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地产直言堂 这个又是2024年还是在我们的1月份 依然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的同时呢 今年有点堪忧啊 我们的保险还是一塌糊涂 可是我们的苦海明灯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专家可以跟我们到位聊一聊 我是你的地产一哥 我是你地产大师兄 我们是男家的专业地产经纪 每个礼拜给大家带一点点小弯货 让大家在买卖的时候 包你买的一步到位 安心不愧 在我们当中的这位美女 就是我们传说中这个财帽双全的 对不对 不要多讲了你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Pepper 来自邦宁保险 称保险界的小辣椒 这个Pepper又跟辣椒 这个是make sense 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slogan也是比较有名的 没错我们的slogan是邦宁保险 保险邦宁 一听就知道父母当时取名字就叫做邦宁对吧 那不是 不是那是就是完全是个人的 对邦宁是因为我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觉得保险就应该带给每家每户一个安宁有保障的感觉 这个小时候读书还是挺认真的看得出来 可是认真归认真 complain我们还是收到了 是很多人说 哎 Pepper 你们搞什么生意业务忙成这样的吗 连walk in 客人都不接了 生意不做啊 对那我们最近确实有跟每一位合作伙伴们特别强调 如果有请客人来打我们公司电话 请一定要强调是谁refer的 我们才会做walk in call in 的shop around 客人 我们全部都不接了现在 这太忙了对不对 对因为整个加州保险的市场确实比较混乱 那我们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呢 先把集中精力解决已经非常需要保险 例如new escrow正在买卖中的 和我们长期合作的referral伙伴中间 因为大家更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不接用来比价的客人 我们直接这个这个确实有迫在煤烧的这个 对同时是了解我们价值的人 也就是血浓与水的存在啊 所以这个找一哥找这个大师兄呢 有机会会被服务到是吗 是我们去车四个拜四个拜啊 好那聊一聊啊 这个今年我们刚刚讲到了还是挺害怕挺担心的 今年的保险听说并不会比去年好是不是 是的没错其实保险整个市场啊 我经常会跟客人说为什么不接比价的客人 因为价格已经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一个因素了 就是有钱还不许买得到对没错 那或者说价格贵是一个普遍的状况 你不应该因为价格原因再去疯狂的比 而导致你的escore可能会被耽误 而是应该说有保险就赶紧买了 所以有时候大家已经有保险的时候 我会说那就保留就好了 那有钱谁不想赚 您杀错不放过 我宁愿让客人说不要耽误他自己的事情 不要耽误他的时间 我并不是一定要赚这一分钱 是是是 那么整个家中呢 经历2023年的变故以来 现在还是在一段灰暗时期 很多保险公司退出加州 很多保险公司涨价 很多保险公司这个ZIPCO 那个ZIPCO不接 还有些保险公司呢 会有固定的额度 超过这个额度 他就一个月写超过7000个保单 他就不写了 所以现在整个加州 如果大家要买房的话 保险是你应该第一个考虑的因素了 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跟去年没有什么差太多啊 对不对 那那那一样是买不到保险 一样保险公司退出来 对不对包括你刚刚讲的 一样这保险公司写的这个单也有 但是呢今年是会更差 为什么去年的整体市场形势 其实并不好 对对对对 interest rate高 对对对 而且整个市场的inventory低 是在这样低迷的地产情况下 地产市场情况下 大家已经买不到保险了 是啊 不要说今年interest rate降低了 inventory高了怎么办 大家demand更高的时候 你的保险会更难买 有道理 我们一直在讲啊 对对对对 今年我们都说什么房地产应该是成交量 特别高的一级 我大概没想到哎 这个可能是大问题 所以在 所以之前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对不对 现在就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打这个仗了 而且听说 价钱上面也不会更有优势是吗 没错在三月份以前呢 有两大保险公司 S打头和A打头 会分别涨价三次 你不要讲名字先供出来 这种衰弱的行为 对啊 谁啊 这样讲出来可能我们会被告哎 我们我们会被哦 那就不要讲 对对对对对对 秒松 sorry 那那会涨多少你刚说 大概平均会涨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不不不你涨三十percent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价钱会变到 将近百分之两百 对平均百分之三十 最高是可能高到百分之两百的 哇哇哇哇这个这个这个 你给我两百多 好吧我还是这样说吧 既然都涨了价钱的对对对对对 保险会不会比较容易可以买到啊 现在目前还是不会 因为保险局还是不允许大家的新生意涨价 只允许renew 涨价 嗯 指什么时候保险局会允许我们的新的生意涨价 平均超过是百分之六点九的时候 就就就就等待 所以你现在讲 我去跟帮大家 carefy 一下 所以你现在讲的是 existing policy 像我们这种已经有 房屋收支贷款 也可能会涨三十到四十percent 对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大家如果已经有保险了 不建议你去shop around 因为你买也买不到更新的了 而且你买的可能在这个价 你还不是涨三四十 你是从新的这个标本开始是不是 对 但反而所以大家要理解 为什么保险公司退出加州 是因为保险局不允许保险公司 涨价超过百分之六点九 针对新的生意 OK 那么你既然不允许我涨价 我就退出 那还留在保险市场的 一定是允许你涨价的 对对对 所以这些也会更高 你取消这些的保险 不一定会买到更更便宜 或者更好的保险了 就是没有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对啊 其实你想想也没有错 你也不能怪保险公司 你知道吗 对 你本身你今天做下去 不是亏钱生意吗 那你还开单干嘛 对啦 其实出来我们也不是做食餐的 食餐也不能给给几亿个人做 其实加州连连山火 再加上加州的房子 都已经相对老了 水的理赔 火的理赔非常多 对对 像是今天下这么大的雨 我刚刚进来前 我们这 我们自己公司 已经超过十几汽车理赔了 这保险局亏钱 保险公司亏钱 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大家都会面临的状况 但是哈 我们行业里 每四周会有一次大型的 行业里的权威人物 都是什么人去参加 像我这样子的 OK 然后我们会 大概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会议 在会议中 大家会讨论未来的发展 OK 目前继续上一次会议呢 大家是认为 2020年年底是会 saddle down 整个保险情况 很多公司会被允许涨价 回来加州市场 就是像保险界的 black friday 50% 独立日 重新大家又回来了 所以可能会情况好一点点 对可能会 如果涨价的压力 可以给到一部分新的是 new business renew的压力会平衡 OK 所以这个还是要 因为已经真的 有点名不较深了 其实很多客人来报价 包括涨价 都会来责怪保险经纪 怎么给我涨价了 不通知我一声 我说难道我通知你 你会允许涨价吗 对啊 现在 这些都是保险公司做的决定 我们也希望保险市场 快点回来 是是是是 以前这个保险经济 报价都会得到人家的赞赏 现在报价都会得到人家的抱怨 啊怎么那么贵啊 那没办法 也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不容易 那我们来聊一聊 在这个transaction的过程中 对不对 上次当然也聊过了 一开始可能就要准备好 跟这个保险这边 要开始打交道 但是呢 其实我会不一样的看法 不管你是buyer 还是buyer agent 我会建议你 在看房子的时候就要去照相 只要你觉得这种房子 我很喜欢 对对对 把房子的照片先准备好 因为很多保险公司 现在都要先看到房子的照片 才会给出报价 或者才会给出最后的审核结果 与其等到保险公司要照片的时候 你再开过去照相 耽误一天的时间 你不如看房子后先照好 不管对于买家本人来说 或者对经纪人来说 这更能体现经纪人的专业性 我问你的对 我为我的客人提前想好 提前做好准备了 其实有道理 而且可能对买家经纪来说 我们今天讲买家经纪 可能越来越不容易 这可能是引致秘密武器 你照片都照好了 跟对方打架 你要看你那么准备 那么为你的客人想 你客人这边他也对你会有赞许 对方的经纪可能觉得 这个靠谱 可能我会跟这种人合作 这个idea其实蛮好的 我应该叫我的agent 就是非常高的效率的工作 把事情全都先安排 反正你平常拍美食 对拍美美 不是美食 都在拍 那你为什么不能拍个房子 这是你的工作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那再聊一下就是 但是跟我们传统可能了解的不太一样的 就是在 almost at the end of the transaction loan contingency 时候 这时候如果说买不到保险 然后说对不起我要退出 不好意思我loan contingency 没有remove 你要怎么样 好像还不能这样 是没错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unable to obtain insurance 只可以作为理由 在transparency contingency 时候 那是在哪一段 在你inspection 那个阶段 把你的ascrow取消 拿回你的emd 所以我们现在加州的话 这个三个in contingency 其实都是17天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先后之分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 把inspection 提前 可能变10天 或是更短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你的保险 这时候没有买到 你可能要特别 特别的紧张一点点 对不对 你不要等到后面 不能弄的时候 emd拿不回来 specific performance 还被人家告 对不对 你自己的公司 也会被舍进去 不要做这种unprepared agent 说到这个对不对 你看啊 今年我们下这个rpa 就是你的offer的时候 这个residential purchase agreement 还有bundle forms 对 bundle forms多了一个型的 请说叫什么 BHIA 为什么觉得你在骂货的感觉 没有啦 你讲话能不能快一点 BHIA是buyer's homeowner insurance 的这个advisory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已经到一个 严重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喂今天你买房对不对 对 我一讲要跟你说buyer homeowner insurance部分 干净快点买 要准备好 而且这个advisory 基本上跟你说 你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 都是要buyer知道 你看他的终点就在这里 这个agent朋友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这个board对我们好 他们是被告到怕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这个逆向的东西才造成我们正向的结果 这个也是一样 那讲到正向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 很多跟我们一起这个这个在一起工作有很多就做很多这个业务的affiliate 包括像pepper 对 都给人家一个误区 你们是不是就专门做这个房屋 了不起加个豪车保险对不对 那你们的业务其实是更全面的是不是 跟我讲一下 没错 确实有很多合作地产经纪朋友有误解 以为我们只做房屋保险 当然不是 我们做我们是完整的full service insurance agency 汽车房屋医疗人寿商业保险 你刚讲人寿的时候干嘛看了我一眼 没事看了一下看了一下 继续继继续 还有医疗保险都是我们的业务范畴 更重要我本人是有security license 我本人是用services的 产品的 那我们能卖产品呢 像大家常见的IRA 401k 马上到了报税季咯 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咨询 那我们能卖的产品跟chase和BOA卖的产品是一样 甚至比他们更多 同时我前面经常说 因为现在保险市场不光保险 各类的保险需求都很大 大家希望找一个one stop shop 要注意要找有compacity的one stop shop 我们自己的公司有全职养着14个W2 大家都是专业的经纪人 每个人都具有全部销售保险 和服务保险的能力 当这个市场需求这么紧迫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大的有人的公司 来帮你快速的处理问题 相信市场上也有很多 非常专业的保险经营公司 当他人手不够的时候 人的精力有限 就会容易犯错 就会耽误大家的事情 其实回到刚才讲的 为什么不接walking 其实要把我们的capacity reserve给最合适的客人 对啊 就是consolidate你的resources 放在所有的保险单 能不能成功的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也在持续的recoup了 当我的人到30个的时候 我会开放walking 不30个我们可不可以先吃顿饭 就是大家庆祝先party 开玩笑开玩笑 当然piper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很多忙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这个这个这个 real story 我去年的时候close了一单这个豪宅 东区比福利 东区比福利 就在我们diamond bar the country 那当时险些close不了 好险是因为有piper 因为我们保险真的是买不到 那时候我们的保险 客人的业主他一年是付2万块 已经不便宜了对吧 新的业主他们要保不到 然后终于有一家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B开头的这个地产公司 也做保险 他们说我们可以帮你保 但是保费呢 就是那一年的premium 猜猜多少钱 3万 25万 那已经不是保费了 就自己震动了 低震动 多有震撼力 各位你看看 那已经不是保费了 那简直就是个当朋友 但是piper这时候拿了两把剑 哎呦挺身而出 用了这个很好的方法 帮我们解决了 所以在这里也特别 借着节目我们来感谢piper 好那在中间的话 我们当然也听到了 就是加州未来这个展向 包括说我们的agent当中 我们应该可能 有些是该做 有些是不该做 什么时候可能该出手 什么时候就是 学习不要做一些蠢事 好那谢谢piper 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有这么多分享 同时我们也知道 他们有些这个业务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对不对 除了我们的保险之外 还有一些投资理财的概念 真的是所谓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好 谢谢piper 在我们当中 谢谢 那 again 如果你们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 但是对我们像这样的内容 是有兴趣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要点赞订阅 关注起来 在这边就谢谢大家 最后节目的这个尾声 我们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还有你们 拜拜